我们来看到国际消息 中国大陆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南沙群岛发生了新的冲突 飞方指控大陆的海军直升机骚扰了菲律宾的渔船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做出驳斥 根据网路上面曝光的画面 这起冲突发生在11月28号的南沙群岛后藤礁 菲律宾的海警9702和4411船 带着多艘的渔船试图冲闯进入相关海域来捕鱼 中国海警出动了舰载直升机 直接进行超低空的驱逐 中国海警5203舰也在海面上监控 气氛一度紧张 再来看到的是夜门的武装组织青年运动 在当地时间12月1号进行特殊的军事行动 宣称袭击了美军一艘驱逐舰和三艘的补给舰 青年的运动发言人也在记者会上面点名美国 而夜门青年运动除了攻击美国军舰之外还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了以色列特拉维夫重要目标 更宣称成功击中了军事目标 以及以色列方面则是表示 当天成功拦截了一枚来自夜门方向的发射物 俄罗斯传出了警察突袭莫斯科的夜店 拘留了数百名男性到了办公室 俄罗斯11月29日对莫斯科最大最受欢迎的三家夜店发动突袭 数十辆警车突然出现在店外将男性拘留 送往当地征兵办公室 女性则是拍摄身份证明后当场释放 此局也凸显俄罗斯未解决病例短缺 采取日益激进的措施 当局对外则声称是在扫荡LGBT宣传 俄罗斯总统普丁更为明年预算增加25%的军事开支 其中有三分之一款项不公开 堪称后苏联时代最保密的预算 战事持续将近三年 乌克兰却爆出开战以来 已经有多达20万名逃兵 许多伤兵获得病假之后选择不返回战场 甚至曾发生整个单位违抗命令 放弃阵地让防线遭到俄军攻陷 而先前传闻美国可能将核武交还给乌克兰 对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出面否认 另一方面 乌克兰公布最新影片 用无人机摧毁了北韩生产的 反战车飞弹系统火鸟4 证实北韩向俄军提供武器与弹药 乌克兰国防部长也率领代表团造访南韩 也领要求南韩提供武器 记得张亚中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